上周超级演说家第三季 导师战队突围赛 拉开序幕 你还有一口活气 我都养活你 我要养活我自己 要不放弃 这是我听到的最棒的演示 传奇电商崔万智成功夺得 乐家战队唯一决赛集位 恭喜崔万智成为全国四强 今晚文涛战队突围赛 火力全开 主战导师文涛将怎样排兵布阵 这个人在两岸的辩论的江湖党 是神一样的人物 三位观战导师如何犀利电评 你的主题这么好 但是最后没有力量太容易 觉得你完成的不是特别好 千万不要认为父母给你的都是天经地义的 六位演说战将满腔废物 在胜败之外还有别的选择 这种选择叫做圆满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 你的儿子是我见过最优秀 最善良的男人 他是我和鲁玉的孩子 他的实力大声 谁能代表文涛战队 入围决赛决逐 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提醒您精彩 稍后继续 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欢迎您收看超级演说家 周六的晚上 欢迎大家来到 恩惠卫视超级演说家 今晚我们的赛事将全面升级 组内对战模式开启 比赛过程更为残酷 而所有的选手当中 只有一位选手 可以代表这支战队 出征全国总决赛 本栏目由 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以18年专注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联合冠名播出 您可以参与节目的双屏互动 登陆360手机助手 下载恩惠卫视的 官方手机客户端阿优 扫描屏幕二维码 最有机会赢得 千元化费和iPhone6手机 本节目由 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矿泉水 特别支持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您还可以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摇一摇电视 摇动手机进入 超级演说家的互动专区 最有机会赢得 多重大礼 超级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敢说 敢自我 掌声欢迎三位观战导师 欢迎鲁玉导师 欢迎金星导师 欢迎乐佳导师 掌声欢迎今晚的 主战导师 杜文涛老师 紧张吧 我看是您有点紧张 忘词吧 因为我根本就没词 而且为什么我说 这个鲁玉最应该紧张啊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起 说什么来的时候 我就只有抱咱们俩的料了 我接下来的选手 人家的稿子 准备的都是倍棒 所以我先上来啊 是给我们这个战队 先奠定一个最低的起点 让他们呢 只能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来掌声欢迎 挑毛病开始 讲最差的演讲 来 变点演讲 就像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挂羊头 卖狗肉的事儿一样 我虽然跟这儿冒充导师 实际上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呀 根本不会演讲 我只会闲聊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件东西 这个背心 加上这领结 就是我17年前啊 1998年4月1号 第一集《枪枪三人行》的时候 我穿的衣服 现在放在这个模特身上 有一种遗物的感觉 为什么我要拿这个衣服啊 给大家来秀一秀 看一看 因为做《枪枪三人行》 这个节目啊 改变了我 那么当时啊 公司给我一个任务 就是说 要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每天聊新闻 所以那个时候 就把我难坏了 但是节目播出在即 我记得节目播出之前呢 那两个月的时间呢 我真是啊 哎呦 日里想 夜里想 吃饭的时候 都能把筷子捅到鼻子眼里 我想不到一个 一个说话的方法 可是想不到这个方法呢 这个节目 就简直没法做 最后 大概是在《枪枪》播出之前 还有三天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 那个时候啊 钱还很少 我租的这个房子啊 是一对老夫妻租给我的 老夫妻愿意便宜租给我 但是呢 他们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啊 他那个客厅啊 正中间 在这个电视机的上方啊 有他们母亲的一张遗像 就这张遗像挂在这个电视的正上方 然后这对老人家就说 你租在这儿 但是这个你不能给我摘下来 于是呢 我经常在屋里看着电视的时候 目光就渐渐地上移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看电视的时候 老有一种默哀的感觉 那么那天晚上就是这样 我凝望着他老人家的遗像 我就想 怎么办 怎么办 突然间 你知道吗 这个灵感来的时候啊 是一通百通 我那个时候心里觉得 简直是狂喜啊 你找到灵感的时候 那个感觉啊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我特别想跟人打电话 我想这个告诉给一个 一个我亲近的人 那天晚上 我明白的东西 一直决定了今天的我 我脑子里想到了聊天 这俩字 聊天 广东人叫吹水 北京人叫砍大山 是吧 四川人叫百龙门镇 我想 你看我们平常三个同事在一起 你也不是专家 但是你们三个同事 天天吃饭的时候都在一块聊 你们聊的有说不完的话 你们天天都在一块聊 聊的你们 有的男的那个砍大山 老婆打电话 催着他回家 他都不回家 跟朋友聊一整夜 他怎么那么快活 所以那天晚上 我明白的是什么 说话可以仅仅是为了快乐 你愿意正正经经的说 你就正正经经的说 你愿意胡说八道的聊 你就胡说八道的聊 可以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只要我们能够享受说话的乐趣 我的这件背心 我的这件遗物 就放在这里 我希望啊 他们能把我在那个晚上 明白的这个道理 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带着享受演说的这种状态 一个个上台来 也希望大家 跟他们共同分享 演说的快乐 文桃哥好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本来上场之前 我想拥抱您一下的 你拥抱我一下 每次都是光说不练 没经 啥那是对您光说不练 来文桃老师 枪子了吧 小小小小 什么事都得享受才行 当然在今天第一位选手要上场之前 我们要掌声欢迎主战导师 窦文涛老师为他开奖 我给我们队里每一个选手啊 都取了一个字 那这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个女将 我给他取的字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 值 本来啊 不是值 本来想取个一个字啊 是罪 因为他第一阶段演讲 上台之前啊 他就喝了半斤白酒 他为了让自己做到职场 职度 他靠把自己灌个半醉 也要换得一个跟大家啊 真心面对 但是今天 他说 在这个舞台上 他找到感觉了 他不用喝酒 也能跟大家 执心交流 有请 第一位 李嘉礼 第一次他这个状态啊 是靠人喝大酒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有不同的社交场合 比如说我要陪我的客户喝酒 那一次 他喝一口绿豆汁 我就得喝一壶白酒 那一次把我喝进了医院 这喝进去的 怎么是酒呀 这是满肚子的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是你的细节啊 感动了我 不要怕语言不漂亮 怕的是感情不真诚 我觉得他能 因为他这个人 就是个性情中人 语言的技巧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真心说话 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说 我不是最棒的 但是只要我能够正常发挥 或者说是发挥好的话 我觉得也有可能出黑马 帅性的他 再次怀抱酒瓶登场 美酒家人的组合 静脆声怎样的奇妙反应 大家好 三位导师好 文桃老师好 妹妹 我今天又抱着酒上来了 喝不喝了 怎么还拿着呀 我今天上台之前没有喝酒 我是准备一会儿庆祝的 咱们就这样 如果今天最后 你留到了最后 这一瓶都是你的 没话说 如果最后 你没有留到最后 这一瓶啊 是你的 谁留到最后就是谁的 好 我诚恳地请求大家 给他最大的鼓励 谢谢 爱你们 好 家里 等待你的成功 我们听你说 好的 大家看到 我会拿着一个 记事本上来 这个不是普通的本子 它是一本账本 它记录了我这一辈子 所欠下的所有的债务 我是一个负债者 这里所记录的每一笔 都会让我崩溃 比如说 1999年4月23号 交补课费10元 1999年4月26号 买铅笔1元 还有一张欠条 这张欠条上面写着 金像贾 李心才 借人民币10元 此句 李家 2001年3月5号 我自己都忘了 当年 我借这笔钱 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只记得 我当初借这笔钱的时候 我特别地信誓旦旦 我说我长大之后 我一定会还给你 但是14年过去了 这笔钱 我依旧没有还 所以它 被保存在这个账本里 它就是我的债主 也是我的爸爸 我记得有一年 大肆放假我回家 我去我爸爸的书房 我准备想翻一些 武侠小说来看 但是无意间 我翻到了这一些 除了这个账本之外 还有一个笔记本 就是现在我手里拿着的 这个破到连封面 都没有的笔记本 我怀着好奇的心 我去翻 当我翻开第一页的时候 我傻眼了 2006年11月30日 7点021秒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我从那么小 长成这么大 还真辛苦了你和妈妈 我现在在跟朋友 一起吃火锅 蛮好的 括号 我已经回复了 他的信息 我要求 他要与同学打得火热 红红火火 与同学像火锅一样 热气腾腾 这个括号里面的回复 就是我爸爸 当时给我的短信 每一条短信下面 都有这个括号 像这样的短信 他记录了整整一本 从2006年 我第一次上大学 一直到2010年 我大学毕业 这里面短信 应该有上万条 他就是通过 这里面的每一条短信 来判断我当时的心情 我高兴 我爸爸就可以高兴一整天 我难过 我爸爸他就会焦虑一整天 我怀着好奇的心 一直往后面翻 我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长大 我给我爸爸发的短信 越来越少 字数越来越短 都是类似于这样的短信 亲爱的爸爸 明天就是我19岁的生日了 可是我现在 身上只有十几块钱 你说怎么办呢 括号 我已准备汇款 一千元够吗 在为数不多的短信里面 全部都是像这样 要生活费的 终于有一天 我爸爸忍不住了 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他说 你这个学期 已经用了将近两万多块了 你省着点花可以吗 我回复了他三个字 我说 你好烦 直到去年 2014年8月 我爷爷病重 爷爷住在病房里 我爸爸工作太忙 他没有时间去看他 有一天中午 我爸爸跟同学聚会 他喝多了 摇摇晃晃地到了病房 当他伸出手 去帮我爷爷翻身的时候 我爷爷闻到他身上一股酒味 然后就皱着眉头说 你又喝酒 因为我爸爸有脂肪肝 所以我爷爷特别反对我爸爸喝酒 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是到了晚上 我爷爷就去世了 然后我爸爸就抱着我爷爷的双腿 嚎啕大哭 他边哭边自责 他边哭边说对不起 那天晚上 我爸爸对我说 他说 我以后就再也没有爸爸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 哭得像一个小孩一样 瞬间我就明白了 我们在自己的父母眼里 就永远都是小孩子 父母在去世的那一刻 都在替你操心 我爷爷在去世的最后一刻 他对我爸爸说 他说 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还要照顾女儿 这就是天下父母心 在去世的最后一刻 都在替自己的子女操心 从那以后 我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自己 我是一个负债者 我不可以对不起我的债主 和这个爱我的父亲 我也很感谢 我手上的这一本账本 和这个记事文 因为没有这个账本 我根本就不明白 我爸妈在爱我的背后 对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这只是众多账本中的 其中的一本 还有另外有五本 汇款单我都不敢去数 它可以铺满整张床 我的爸爸 他竭尽所能 给了我他所有的一切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 记下一笔账 今天我给爸爸做了一顿饭 爸爸很开心 今天我给妈妈买了一件新衣服 妈妈很满意 今天我给爸妈通话了十分钟 他们对我很放心 我们去记这笔账 不是为了要去抵债 我们做儿女欠下的债 是永远都还不清的 我们就是为了要提醒自己 我们就是要时时刻提醒自己 我们将对父母 是永远的亏欠 谢谢大家 你好 嘉丽 你好 一下子感觉你跟第一阶段 带给我们的就不一样了 我一上台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这是一场比赛 我想的是 我今天无论如何 我要把这个故事 要讲给我的爸爸听 其实与其说是演讲 更多的是在忏悔 演讲里面刚才提到 有一个人开场的时候 叫李嘉 李嘉是谁 这个是我原来的名字 就是因为重名的太多了 我爸爸后来给我改了名字 对 这张戒条上还是李嘉 说得非常好 谢谢 我觉得这个题目 不是什么气势磅礴的演讲 但是我觉得 特别值得在这个舞台上 跟所有的年轻人分享一下 就是我没有当妈妈之前 我不理解操心这两个字 我觉得只是说 瞎操心 瞎操心 操心什么感受一点没有 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我才知道 什么叫操心的感觉 哎呦 那个是 你在马路上看到 任何一个孩子发生的事情 你马上会联想到自己的孩子 无论大人 小孩 车祸也好啊 打斗也好啊 这种母亲你看到了以后 你马上想到 我儿子长大以后 朋友们这个情况怎么办 旁边什么人会帮到他 你会有更多的画面 这个时候父母的想象力 你们都不知道 家里这个今天真是 咱们不用酒啊 用这个一个账本 就感动到我 我觉得也是感动到金星老师啊 很多人 对 就是我恨不得掏出我的所有 去弥补给他 我没有看到这个 记得短信的本子 我给他回短信都懒得回 他给我发短信 我看都懒得看 但是我看完之后 原来我给他的每一条短信 是那么的重要 我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通过你的演讲 能传达出一个信息来 儿女们千万不要认为 父母给你的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一定要改变 对 家里讲得不错 让我们这么感慨 非常好 非常好 那给高分吧 给高分吧 我们来看一看 观战导师会给你投出多少票 鲁亦老师 请亮票 七票 谢谢 我觉得你7票给的算个基准分 对 金星老师请亮票 9 9票 谢谢 很高的票数 乐嘉老师请亮票 7票 谢谢 接下来如果现场的观众 你们支持李嘉里 请为他投票 以饱含深情的演讲 赢得全场导师的赞许 这平凡而又伟大的爱 是都能获得观众的共鸣 投票结束 来看一下现场有多少位观众 支持李嘉里 请看大屏幕 142票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加上三位观众导师的票数 来看一下票数会更新到多少 165票 所以接下来你的导师 窦文涛老师 会给您刚才的表现 多少票呢 39票 谢谢 李嘉里的最终票数是 204票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掌声送给李嘉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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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会是谁呢 我们有请窦文涛老师为他开奖 下一位选手啊 说起来啊 真是很有戏剧性 他是失而复得 本来呢 他没有进入我的战队 可是意外 我们队啊 这个退出了两名队员 所以这一下有了这个名额 这位又回来了 我给这位命的一个字 大家请看 亮 他的这个形象啊 是一出场 你就会觉得眼前一亮 有请周云 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 我还跟一个美女啊 拉了个钩 大家欢迎不欢迎 一位新的美人 加入咱们的战队 周云 周老师好 真的很漂亮 我只是觉得你好像具备 讲好一个演讲的一切条件 对待我们身边在意的人 有些事情真的比对和错 更加重要 如果你讲出来 是让大家觉得 你还停留在一个泛泛的 表面的层次上 可能这个就不够有意思 那你觉得伸到什么地方 才是恰了好处 就是在那尴尬处 他会把我的那个思路 更加地打开 都问他老师 上次你说 听完我的演讲之后 你回去那天晚上 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所以今天 我希望我的演讲 不管是成还是败 依然会对我念念不忘 迈着优家自信的步伐 缓缓走来的她 将带来一场 怎样的演说 我特别地 感谢 多文涛老师 让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再回来 因为我觉得上一次 我的表现 我自己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我觉得今天 我的压力更大了 你只要平常心 发挥出你本来的样子 就可以了 好 好吗 咱们大家 咱们大家 给他掌声 谢谢 现在我们听你说 这两年呢 这两年呢 有一个词 好像还挺流行的 叫做心机女 什么意思呢 大家就是都知道 就是范指一个 非常有心机的人 再前两天呢 我看了一个电影 叫灰姑娘 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个女孩子 可能小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成为 现实生活当中的灰姑娘 但是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 关于电影 灰姑娘的影评 当时看到 那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瞬目结舌 它是这么写的 什么灰姑娘 明明是心机女 它用四点来证明了 灰姑娘是一个心机女 第一点呢 它觉得灰姑娘 首先先赢得了父亲的心 当父亲要 迎娶继母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 没有办法 改变这个现实 所以他就微笑地接受 这样父亲会更爱他 第二点呢 当继母 非常这个 施虐给他的时候 他会自己主动地 让出房间 同时在心中 埋下了一个 仇恨的种子 准备复仇 第三点呢 是他迷住了王子 在森林里 遇到一个那样的男子 即便不是王子 也应该觉得 他是一个富二代吧 而且他还施展自己的爱心 把他迷倒 第四点 他笼络国王的心 那个钟声要敲响的时候 他都要变身了 他还不顾这一切 抓住国王的手 跟他说 你的儿子 是我见过最优秀 最善良的男人 而且他非常的爱您 我又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我就看到了 有一个人用更简练的方式 去总结灰姑娘的故事 这不就是一个心机女 逆袭成为王妃的故事吗 可是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 一个男人 他如果有心机 大家会被解读成 有谋略 有野心 有胆识 再或者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诸葛亮 草船借鉴 哇 太有胆识了 太有谋略了 我们希望学习他 希望成为他那个样子 可是如果诸葛亮 是一个女人呢 会不会觉得 也有心机了起来呢 但是最近几年 宫斗戏非常的流行 对吗 大家都爱看 在那个时代 女人可能用了一些心机 是为了来征服男人 男人用了心机 是为了征服世界 可是现在时代变了 世界变了 我们的社会变了 我们女人 除了要征服男人 以外 可能还需要征服世界 那为什么 我们就不能学一点野心 学一点那个谋略呢 所以 如果你把灰姑娘 认定为是心机女的话 我觉得她是成功的 如果你曾经也想成为 那样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努力 如果你说 不行 我做不到 我不会 没关系 那就请大家 闭嘴 谢谢 欢迎你周云 嗨 你好 这么多话题当中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要选择 这样一个话题 可能以前我会觉得 有一些人 他们很努力 很怎么样 你会很自然地想到说 太有心机了 你现在正面回答一个问题 你自我评价 你觉得你算是你演讲当中的心机女吗 我觉得我不是 但是我想是 是因为在你的演讲当中提到的 你甭管她有没有心机 最后她达成了她的目标 还是说有其他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心机这个词 可能被大家有很多的定义 我本来在演讲稿子里面 想去重新拆解她和诠释她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样有点矫情 她指的意思 其实有些时候 我觉得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一个人成功 需要好多方面都做得周到 对吧 但是比如说 你像公司里 要是一个女的获得提拔 大家肯定就是说 你看她老接近老板 她老接近领导 但是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 谁不接近领导 就像我觉得这种偏见 其实跟性别没有关系吗 跟性别多少是有关系的 不仅是男性对女性 社会对女性 包括女性对女性 社会真的会在不同的时候 会对女性的外貌 身材 反正各种各种 有打击你的地方的 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社会对于男性 是非常残酷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是人生的悲哀 下辈子我要投胎 我要做女人你知道 没有 太辛苦了 这些你们都没有说话全力 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男人也别为自己争辩 女人也别为自己报约 我告诉你 全是自己闹腾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公平 只是你自己的心态 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都是你自己有没有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歧视的话 它不存在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三位导师的投票时间 三位观战老师 请写下您的票数 乐佳老师 请亮票 五票 谢谢 谢谢 刚才那个演讲最大的麻烦 是在于 主题不够清楚 女人的成功总被误读 和心机女 不是一个坏词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这两个主题 可以成为两篇演讲 谢谢乐佳老师 五票 接下来 金星老师 请亮票 五票 同样也是五票 卢宇老师 请亮票 十票 今天你的讲演 从内容上 我觉得不如 李家里讲 那个父母之爱 所以我今天 觉得你完成的 不是特别好 我为他要讲几句话 他作为死而复活的选手啊 他有一个特别的 不利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 我估计 他自己的稿子 逻辑都不一定 理得特别顺 就这样 特别匆忙地上阵 我觉得跟这个 也有原因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观众投票如何 现场两百位观众 请投票 他的演说 没有赢得导师的垂青 他能否收获 观众的支持 完成惊人逆转 投票结束 请看大屏幕 一百三十票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加上刚才我们三位观众导师的票数以后 我们来更新一下 一百四十四票 所以文涛老师 我就给你一个真实的评价 以便于咱们以后 共同进步 好 三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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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票数是 一百七十四票 今天结果已经确定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演讲的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讲 可能需要放下很多东西 为他这份感 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周云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 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咱们这个 把最后剩余的能量 全部传递给我们 战队的 加油 这么仓促的情况下 我想一般人连稿子都背不过 他就赶上台 我觉得算了不起了 这次讲的只是一个现象 一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你就比较冒险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同身上 能够知道你的那个点的 所以就是也是挑战了自己一点点吧 所以我觉得再往前进步了一点 我还挺高挺开心的 拜拜 加油 过去话题性的演说 正是你勇敢无畏的见证 希望你能继续走下去 祝福你 美丽的周云 I know I can't be loved 李嘉宁以全书比分 打败周云 暂居晋级席位 掌声欢迎文涛老师 为下一位选手 开奖 那么对接下来出现的 这个男选手 我给了他一个字 请看 盼 因为啊 看着他的时候 你就觉得 他的眼神里啊 充满了那种盼望 他是我和鲁豫的孩子 为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没有准备想选他 然后这个孩子啊 在我面前呢 就拼命地争取 说文涛老师 你把最后这个复活权 给我吧 给我吧 眼神里全是盼望 就那样 我还心硬如铁 但是这个时候 鲁豫啊 母性大爆发 从他的台子上蹦下来 光机替我把杆给推了 所以我说呀 这个孩子 他在今天的这个赛场上 应该说是我跟鲁豫的结晶 现在你们就将见到他 有请黄思维 上次不踩完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力量 你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你有一种啊 中学生朗诵的语气 我的确不喜欢那个男闺蜜 像定时炸弹一样在你的身边 但我并不害怕跟他比 只是我希望 我可以成为你 最好的那个男闺蜜 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改 你的这个东西 应该更结实一些 更硬一些 尽量接近生活的语气 开始你的演讲 把你所有的风华水月的话 所有的形容词 全都委屈掉 用最朴实的话说 枪权队加油 获得文涛导师 唯一复活权的他 带着温暖的微笑故障 这次他能否用实力 再次证明自己 哎呀我好感慨 我跟文涛的孩子这么大了 我跟文涛晚年就靠你了 我相信你已经 做了充足的准备 对 现在我们听你说 我有一对特别爱我的父母 特别是我的爸爸 他是一个传统的 中国式家长 他年轻的时候 最想要成为的是 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但是我爷爷觉得 这是一碗青春饭 并且很难走 所以拒绝了他的想法 我爸爸很沮丧 他只能将这个种子 埋在了我和我哥哥身上 于是我五岁 便接触到了乒乓球 到了六岁的时候 我的球迹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的爸爸 便将我送到了体校 体育学校需要寄宿 你们要知道 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家就是一切 在去了公交车上我就想 我一定要想办法逃走 下了公交车 我就死死地记住 每一条路 我记得大门口 有一个小洞 我应该从那可以钻出来 白天的时候 我会紧绷着自己的状态 好好地去练习 但是我也在想 和我一块训练的这些哥哥姐姐 她们不会想家吗 她们会不会晚上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流眼泪呢 她们会不会想过要逃走 逃走 一个机会来了 有一天晚上 我借着上厕所的机会 我就偷溜出来了 我躲过了宿管大妈的眼神 我从那个小洞里钻了出来 我一路小跑 我终于到了车站 但是到了车站我才发现 这个时候已经是 半夜十二点了 没有公交车了 绝望之下 我只能回去 回到了宿舍 继续哭 每一次我爸爸过来看我 我都会特别想他把我带回去 我都会哀求他 但是他没有 直到有一次我妈妈过来 我就说妈妈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想回家 我不想再练乒乓球了 后来 我妈妈 跟我爸爸 跟教练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当晚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收拾好 我所有的东西 回家了 后来 我爸爸也经常地 会提起乒乓球这个事 但是我都没有做出过回应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有很多家长 都会想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强加在孩子身上吧 他们会觉得 他们是为孩子好 他们觉得 他们走过的路 要比孩子的多 但是 他们恰恰忘了 有一种梦想 是不能够实现的 因为那不是我的梦想 其实 此时此刻 我特别想对我爸爸说 您还记得 您当初强烈地想要成为乒乓球运动员的时刻吗 那您还记得 爷爷阻止您之后 您沮丧的时刻吗 现在的我 就是当时的您 只是我想 退让的少一些 再少一些 因为 我宁愿 屡战屡败 我也不希望 爆汗终生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思维 来听听导师们的感受 清清导师 我们很多父母想塑造出自己想象当中的孩子来 其实他忘了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 他要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这个主题都挺好 但整个演讲呢 我觉得 没有完全把我抓进去 他扔给了我一个点 所以那个点我就自己想飞走了 我们有停留在他这个地方 就这个力量到最后 你的主题这么好 但是最后没有力量 太软 咱们这个金星老师以力量组成 金星老师教教 请不要误解了 一定要做 其实高昂在那喊出来 不是 那不叫演讲 那就要忽悠 真正有力量的演讲 我慢慢跟你说 但我每句话 每个字 我都能点到你那个穴位上 这叫好的演讲 好 接下来三位 观众导师 请为黄思维 写下您的票数 好的 鲁毅导师 请量票 五票 谢谢鲁毅老师 金星导师 请量票 五分 同样是五票 乐佳导师 请量票 谢谢鲁毅老师 能看得见这个分吗 四票 没有 还有 后面还有个点三 四点三 我来讲你听原因 有的不必要的故事 两三句话可以讲清楚 你画的篇幅太长了 讲得有点 可惜 好 谢谢三位观众导师 我们来看看 现场观众会给出 怎样的票数 两百位现场观众 请为黄思维 投票 你阳光暖男的魅力 能否感染现场观众 为自己赢得转机 投票结束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场的两百位观众 为黄思维 投了多少票 请看大屏幕 117票 谢谢大家 加上我们三位观众导师的票数 会是多少 131票 接下来文涛老师 是您公布票数的时候 第一次演讲 你被人家说 好像很有波音枪 对 实际今天 你之所以显得 这样娓娓道来 我心里明白 你实际是企图 摆脱波音枪 但是这种 挣脱的过程呢 可能又掉另一个沟里了 但是 掉这个沟里 其实 仍然是进步 所以啊 你还这么年轻 又是寄托着 我跟鲁玉的希望 我觉得 你有戏 因此 我觉得 我得给你一点 进步鼓励分 谢谢文涛老师 三十五分 三十五票 所以最后 黄思维的得票是 一百六十六票 同样掌声 送给黄思维 谢谢苏维老师 谢谢大家 鲁玉 你把人家拉进来的 咱们俩得一起鼓励鼓励 送人家走吧 和导师们告别 虽然我还没有 做到完美 虽然可能会走了一些偏路 但是其实没关系 人生不就是 不断的尝试吗 探索之难 没有人知道 是怎么回事 盼望它 终有一日 焕发出内心的力量 虽然你爆汗离去 但我们相信 未来的你 一定会拥有 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会是谁呢 我们有请斗文涛老师为他开讲 接下来这位包您满意 因为我就很满意 上次他来的时候 让大家想起了一首新疆的名歌 带着白丸家菜 领着你的妹妹 赶着那马车来 大满城的姑娘 对 我给他命的这个字啊 叫 情 为什么 她的声音呢 就好像是泡在感情里 你一看见她的样子 你一看见她的眼神 你就醉了 有请 阿姨孤里 说她的声音带感情 其实她是紧张 紧张然后就像朗诵 紧张就会特别像朗诵 我突然意识到 我是爱她们的 就像她们爱我一样 你对她们付出一点点的爱 她们会给你那么多 我觉得你的每一句话 好像都是浸泡在感情里 你的声音很感性 紧张有的时候 是个催化剂 她的稿子 这回是讲了一个 我认为特别值得说的事 我非常熟悉我的稿子 因为这个东西在我脑海中 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无论从中间的哪一段 去问我 我都好好的去表达 散发抑郁风情的她 能否带来一场 美丽动人的演说 哎哟喂 比上次更漂亮了 谢谢老师 各位老师好 来 各位观众你们好 这个衣服不是纯粹的新疆衣服 是印度的吧 这个衣服不是新疆衣服 对 靳星老师 你真是会演时细节 待会儿啊 在她的演说当中 她会说到这件事 啊 好 现在 我们听你说 小时候 我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 像个洋娃娃一样 那个时候 在东北的少数民族还特别少 所以我每次走在路上 所有人都说 哎 那个是俄罗斯小孩 是外国人 你看他长得毛茸茸的 听得多了 我开始非常不喜欢 这种受关注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一样 有一天 我迈出了这一步 我开始交朋友 我发现其实我的朋友们 他们只是好奇我的长相 好奇我特殊的名字 甚至我的很多同学们 他们都是因为我 才比同龄人更早的知道 56个民族中 有这么一个民族 是新疆维吾尔族 所以我那个时候 特别的骄傲 但是等我上了大学 我的身边 有些事情不知不觉的 开始发生了改变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社会的舆论和评论 开始越来越犀利 我妈一个同学说 老师 新疆到底怎么了 全场安静极了 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看我 那一刻开始我清楚地明白 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我能够特别清晰地 和大家说出我的想法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看不到我吗 看不到在操场上 从你们擦肩而过的 那些新疆同学吗 为什么你要用那么一小部分人 来定义整个新疆呢 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是我呀 和你们一起面对困难 和你们一起努力学习的是我呀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荣幸呢 那天 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在我所有同学的眼神中 看到了真诚 他们明白我的心 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和我沟通着交流着 我觉得那天我骄傲极了 我用我的语言 去影响到了我身边的人 没错 有些问题它确实是存在的 有些人他确实对我们有一些误解 引发了一些误会 前一段时间两会 有一天我坐地铁 在过安检的时候 正好碰到身份证临时检查 当时我赶紧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 当我走到那的时候很奇怪 他就没有查我 然后我站在旁边我看着 我发现这些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理解这种检查 他们都非常非常理解 我当时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一定会检查我 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看 是不是我又犯了我小的时候的问题 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特殊的个体 所以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都会在我的心里留下印记 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这种敏感 我的生活会不会过得好一些 我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一身衣服 这是我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印度商店里买的 我觉得它很漂亮 你们觉得它漂亮吗 是啊 然后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就说 武力 你怎么不穿你民族的衣服 那多好看呢 你是印度人吗 干嘛要穿印度人的衣服 我就笑了 它只是一件衣服 它不代表什么 我只是喜欢它 我想穿着它 为什么一定要把特别简单的一个衣服 上升到一个高度 然后拿去讨论 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民族成为我们的骄傲 那么请你先做一个让你的民族引以为傲的人 请你明辨是非 请你客观地看待所有的问题 请你做好你自己 它会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一直在努力着 而且我们一直都相信 谢谢 你好鼓励 好漂亮啊 谢谢 看过你第一阶段演讲的人 一定会觉得 你更坚定也更强大了 我上台之前我跟自己说 我做的第一点是 无论你说什么 从头到尾 你不能哭 你要笑 因为我看到 我的很多维子同学坐在那里 今天咱们有传统来了 他们绝对是不希望看到我哭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相信像你说的那样 很多时候我们彼此的怀疑 彼此的不信任 就是因为 因为偏见 而偏见就是源于不了解 源于无知 我就今天鼓励就是告诉我们一点 有时候我们需要正视这一切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沟通的不够 彼此交流的不够 而且我喜欢你这种 娓娓大来的方式 有的时候公共话题是冰冷的 但是你给一个冰冷的话题 一个女孩子的温度 让我听得 是感到有一点点心酸又温暖 觉得很有希望 谢谢老师 谢谢吴老师 因为我也做一个少数民族 你讲那个美分的敏感性 我都知道 你从你个人感受当中 体会到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高度和价值的 这一点说的特别好 真的 不是拿别人的事情来说 你自己的感受 实际上他刚才讲的话 我觉得他对内容分寸的控制 难度相当高 就像金星老师说的一样 我认为你刚才讲的 恰好就在分寸上 都在点上 几乎过也没有不及 这个是内在的一个把握 江里 我很想采访一下 你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 就像文涛老师说的 他的分寸把握得很好 他比我们更需要勇气 所以我就凭着他这份勇气 我都很敬佩他 瞧瞧 瞧瞧 给家里鼓掌吗 好 接下来就是投票时间 首先有请三位观战导师 写下您的票数 吹大银的ließlich 坐得调高 金星老师 请亮票 9票 非常高 鲁依老师请亮票 9票 谢谢老师 接下来乐嘉老师 请亮票 鼓励 我下面的话很重要 我只给你打了有4票 我来讲原因 你的内容和你把握的分寸和尺度 我完全同意文涛讲的 真的很好 以我个人的内心的角度上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演说家的比赛 比的是演讲 我认为从演讲的角度 你不如家里 我判断一个演讲好不好的标准 只有两件东西 第一个 它能不能够触动起来我的情感的共鸣 第二件事情 它讲的东西能够不能够深入到我的内心 可能是因为你长期专业院校学习的原因 你运用的语言不够生动化 你在演讲的时候 朗诵的痕迹非常非常重 我的脑子会开小差 相对来讲 我觉得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它的语言足够生活化 它讲的东西能够吸引我进去 所以我给你打这个分 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对于演讲的理解 不代表对于你的内容 和对于你本人的任何看法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谢谢乐嘉老师 谢谢老师 鼓立啊 从演讲的方法上表达的技巧上 它可能比我们更理性 我完全投入到你谈你谈的话题当中 只要你的话题能打到我的心 我就被你带着走了 谢谢金星老师 我觉得这非常公平 哎呦 真的 接下来我们现场观众准备好 请为鼓励投票 她不仅赢得导师的力挺 更获得了对手的尊重 接下来 她能否同样赢得观众的支持 好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观众 给予我们鼓励的票数 123票 好 如果加上我们三位观众导师的票数 更新的票数是多少 145票 文涛老师即使投的是50票 但是票数依然没有办法超越加力 但是您有您心目当中的标准 所以您给鼓励的票数是多少 我觉得咱们不管比赛 我觉得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 把这个维族同学们想说的一些话呀 能够有机会在电视上让更多人听到 所以我给你一个高分 45分 45票 所以加上文涛老师的45票之后 鼓励的票数是190票 我相信每一票都是对鼓励的鼓励 对不对 鼓励 这个你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跟我说 因为我想送你走 啊 没关系 就我觉得超级演说家 他就是超级演说家 但是没有谁是天生的演说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你们都可以站在这里 这里有很强很强的人 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 是敢站在这里 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那些人 我今天做到了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我要说的话 所以说 我到底知道啊 鼓励 就用你最后讲话那个方式 在你未来讲演当中用到 就会非常非常棒了 这就是最好的演讲 对 真的 咱们一个对的 咱们一起送他走吧 像他的这个雨流的问题 控制说话节奏的问题 段落感的问题 前两天我们家老二 我们之间发声口角 他给我打电话说 我再也不想给你打电话了 而且你录节目 我是不会去看的 你看 观众都感觉到了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个特别的可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演说家 这种演讲比赛 我不懂怎么去拿捏 这个演讲的这个度 杜老师也跟我说 没有关系 你不用去管这些 你就把你想说的 就说出来就好了 我觉得我做到了 那我这一次 比上一次真的进步很多 所以说我很放松 我如实重负就是 还好还好 我说的挺好 加油 鼓励 再见 加油 鼓励 你的出现 将这个舞台 点缀得亮丽多彩 我们相信 你的美好愿景 一定会实现 李嘉里手类成功 稳居晋级席位 实现三连胜 超级演说家 有一罐好奶粉 飞鹤鹰幼儿奶粉 以18年专注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联合冠名播出 您可以参与节目的双屏互动 登陆360手机出手 下载安徽卫视的 官方手机客户端 阿优 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有机会赢得千元化费 和iPhone6手机 本节目由 水中贵族 百岁山引用天然矿泉水 特别支持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百度 使用话题卡片 支持你所认同的观点 当然还可以登陆 新浪微博 参与超级演说家的话题投票 帮助你喜欢的选手 成功晋级 当然你还可以 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摇一摇电视 摇动手机 进入超级演说家的互动专区 就有机会赢得多重大礼哦 文桃老师 您的枪枪战队 还剩下两位战将 现在家里还是 稳坐在决赛之席上 但是接下来两位 一个是林律师 还有老齐 你怕谁 所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我两个都很怕 因为他们的这个逻辑感 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会超强 其实接下来排兵布阵的 还是文桃老师 您究竟会请上谁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有请 邓文桃老师 为接下来登场的选手 开奖 好 那咱们就先看看 下面这位是哪一个字 斯 我给了他这么一个斯 这个人呢 在两岸的辩论的江湖上 是神一样的人物 他是一位律师 但他这个律师啊 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打完官司之后 法院的法警追出来了 追出来找他签名 说为什么 说你刚才 林律师啊 你刚才在庭上啊 这一番辩护词啊 讲的那叫荡气回肠啊 弄的这个法警 都崇拜他 都当他的粉丝 所以我只有恭请 我们的这位大神 林正江 我们两个在演讲这方面 其实有点知音知感 首先我一看他的稿子 我就觉得 哎 结实 每一个人都可能 因为任何一种原因 而成为被告人 在法律之前 只有真相 才拥有最高的权威 有的时候 也不必过多的考虑 这个潜词用具 你心里有了 你表达出来 我们都能感觉得到 我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如何 把我所惯用的语言 化成打动人心 最直白的描述 我诚恳地希望 你会觉得这个演讲 是可以跟你的思维 做相互共鸣的 被电脑界封为偶像的他 再次自信登场 这一次 他的演说能否同样 气势逼人 刚才这个林正江 听说在场外啊 一直在转圈圈 他们跟我说 是 我总是会紧张 对 任何时间点 因为任何原因而讲话 我都会紧张 这个人呢 越成熟 越认真 越谦虚 嗯 所以 以最大最大的掌声 来迎接 咱们的林正江的演讲 现在我们听你说 很久以前 我是个刚刚入行的 年轻律师 对当时的我而言 胜 败 是我眼中 唯一在乎的事情 直到一位访客的出现 才开启了我 十年修行之路 他是一个年轻 而且憔悴的医生 双眼布满血丝 说明了他异常疲惫 当年 他向我说了个故事 他说 十年前 他和妻子结婚 他们彼此之间 深深相爱 但是感情越深 他们反而 越容易因为一点小事 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因此 几乎是从新婚开始 双方就争吵不断 婚后五年的 某一个早上 夫妻两个人 再度因为一点小事 而大动肝火 医生在愤怒之下 拎了公事包 用力甩上门 蹦 的医生 上班去 开车上班的途中 医生的脑海里 突然闪过 他离家的时候 妻子脸上那种 刚烈的表情 他的心中 隐隐觉得不安 决定绕回家看看 一推开家门 眼前浮现的 竟然是妻子悬空的双脚 他的妻子上吊了 他联盟冲上去急救 然而为时已晚 由于大脑缺氧过久 他的妻子 成了植物人 医生对我说 林律师 从此 我的世界就毁了 我不但 在医院要忙于工作 同时 岳父岳母要求 我要亲自照顾妻子 来赎罪 这些年来 我每天 从来没有睡 超过三个小时 林律师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救救我 林律师 我想 自由 于是我决定 接受这个挑战 帮这个 崩溃边缘的 年轻医师 提起离婚诉讼 对当时的我而言 胜利是人生 唯一的答案 我满心希望 能够打赢这场官司 并且借由 这个难得一见的案例 帮自己 打响业界名声 赢得万众注目 提起诉讼后 开庭的第一天 我向老法官 滔滔不绝地 陈述我起诉的理由 从情 礼 法 三方面 说明 这个婚姻 已经完全没有继续维持的意义 跟必要 老法官 静静地听完我的陈述 抬起头 他说 林律师 我必须承认 你说得很感人 更何况 对于上吊这件事情 妻子自己必须负很大的责任 甚至如果我们抛开情理不谈 只谈法律的话 你的当事人这位医生并没有犯错 但是 林律师 人心是肉做的 虽然你的当事人值得同情 但是这不是输赢能够解决的问题 林律师 人生的遗憾 在所难免 在胜败之外 还有别的选择 这种选择 叫做 圆满 接着 老法官提出了一些建议的条件 建议完毕之后 他对我说 你去把这些建议转告给你的当事人 并且请他 考虑接受这些条件 第一 一辈子负担 妻子的医疗养护费用 第二 答应并且承诺要常常带着小女儿去看妈妈 第三 去筹一大笔钱 安顿岳父岳母的老年生活 医生非常不情愿 但是 为了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最后 他还是勉强接受了条件 于是 案件顺利终结 在老法官的劝导之下 双方以庭外和解的方式 达成共识 妻子被送往专门专业的养护机构 安度余年 而我内心也偷偷松了口气 这个案子没赢 至少没输嘛 走出法院之后 医生跟着我并肩而行 走着走着 他突然猛然回头看着我 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林律师 你跟我说过这个官司 有机会赢的 没想到现在的结果却是这样 说完 他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 后来 我忙于工作 也就慢慢淡忘这件事 五年之后 长期的工作压力累积 我生病了 入院开刀 手术之后第二天 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主治医生寻房 我当时躺在床上 勉强睁开眼睛 想跟主治大夫打个招呼 结果差一点 没从床上滚下来 因为来寻房的医生 就是当年 植物人离婚官司 那场官司的医生 我脑中马上想起当年 他扬长而去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那咬牙切齿的表情 说明了 他恨透我了 他对我笑 我笑他对我笑 我在想 他是不是想对我说 嘿嘿 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 一声一个剑步冲上来 握住我的手 他说 林律师 我常常想到你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当年的我只想逃离一切 我怨恨上天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也怨恨前妻 为什么毁了我的一生 多亏你当年拉我一把 现在 岳父岳母也终于肯原谅我 女儿长大 她也愿意去了解我当年的处境 谢谢你 当年给我一条比较圆满的路 否则的话 官司继续打下去 我可能到最后 就不认得自己 搞不好就真的堕落下去 我呆呆地听她说完 我心里面真是无比的尴尬 天晓得我当年 其实只在乎输赢而已 我脑子里面只是 就算赢不了 至少我不要输 我根本压根也没有想过 什么圆满不圆满的路 离开医院的时候 医生亲自送我到大门口 他的身影越来越远 我的思绪也越来越深 我开始怀疑 人生除了胜败 是不是还有别的选项 我问自己 胜利究竟是什么 在胜利之外 还有什么 胜利是好事 多数的时候 我们应该 并且理所当然的 去追求胜利 但是我们的这一生 也常常迷失在 追求胜利的道路上 我们以为 胜利可以帮我们 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到头来 我们掌握不了胜败 却反而被胜败所掌握 老法官当年所说的话 又再度围绕在我的心里 人生的缺憾 在所难免 在胜败之外 还有别的可能 这种可能 叫做圆满 谢谢 您好 林律师 听您演讲 就像看电影一样 好像跟您 一起去经历了 您当初经历的 那些事情 谢谢您的分享 我们来听一下 导师们的点评 卢毅老师 我们上一场的讲演 我只是感受到 她讲道理有多厉害 但今天林律师 真的把我给震了 关键是 这故事里面 一风突起 然后风回路转 就是编故事 你都编不出 那么曲折 所以真的是 人生有时候 比戏剧还要更精彩 整个这个演讲过程当中 我觉得 老法官的形象 在我心目当中 一下树立起来了 就是 法官在法律面前 是理重要 还是情 这两个 真是永远说不清的 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整个特别享受 所有的信息在 那种特别享受 过程当中 谢谢 对 非常享受 让人有一种 很暖的感觉 对 非常享受 谢谢您 接下来是我们 三位观战导师 给票的时间 三位观战导师 每人有零到十票的 名票 请写下 您对林律师的票数 乐佳导师 请亮票 七点二 跟郑江报告一下 对 这个分是到目前为止 在文涛老师的五个队员里面 我给出的最高分 那意味着 我对于你的演讲的功力 觉得相当不错 接下来 金星导师 请亮票 哇 九分 九票 我本想打十分来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什么事 我喜欢做事 不相对 都留一点点空间 而且九是我最喜欢的数字 卢宇导师 请亮票 我看看 石家 好家伙 石家 十分 我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受益良多 所以石家 表达我的心情 谢谢三位观众导师 现场的两百位观众 请为林郑江律师 投票 她凭借感性与理性的双重魅力 征服了四位导师 她能否代替李嘉玲 坐上晋级席位 投票结束 请看大屏幕 161票 来看一下 加上三位观众导师的票数之后 您的票数更新到 187票 所以文涛老师 您给出的按票是 50票 哇 满分 林律师 您最后的得票是237票 相当的厉害 现在我们把家里 请到我们的舞台上 要带着您的酒吗 家里 得庆祝 我刚才还说 这个死不可怕 怕的是等死 我坐在那儿 但是这个家里啊 我肯定也得也得送送你啊 咱们祝贺一下 咱们这一个队的 好啊 咱们家里第一个上来 一直撑到现在 做到现实 这是我们的经国英雄啊 恭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这么久 现在咱们得发现点集体主义精神吧 不管谁来谁走 都是咱们队的荣光 对 干杯 行 喝 喝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家里好吗 好 谢谢家里 谢谢各位 我给家里发了一个微信 我说呀 你今天的表现是历史最高水平 可惜你是第一个出场 其实说实话 我发挥的这个水平是越来越好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想做一个勇敢的人 不再借酒消愁 不再借酒壮胆 不再借酒快乐 我要清醒地活着 我爷爷在去世的最后一刻 他对我爸爸说 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还要照顾女儿 这就是天下父母心 然后呢 我正抛砖引玉呢 石头抛出去了 正准备抛玉的时候 就把我给PK掉了 所以我还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如果一定有下一次机会的话 我还会来 谢谢啊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这杯中的酒 是你勇敢的见证 也是四位导师对你的寄货 希望你怀揣着这份助福 走得越来越远 热血律师林正江 以高分获胜 李嘉丽遗憾淘汰 目前为止我们的林律师 您的票数特别高 但是还有一位 您可以先去感受一下决赛席位 坐上去是什么感觉 谢谢 枪枪战队还剩下最后一位战将 他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文涛老师为他开奖 这个最后一位再看看 他是哪个字 齐 齐 首先他出来这造型 就会让大家觉得骨骼清齐 所以现在请准备好掌声 我要请他出来了 有请老齐 接下来听他们敢说敢自我 金星老师还说你看这小子 第一眼看起来他就不像个好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你这个球 其实你要走那个冷面的那处 你自己不笑 给一两句我们乐半天 我觉得那种特别好 你绝对是个好的演讲手 他们俩人当中 谁可以代表枪枪战队 战上全国总决赛 欢迎回来 超级演说家有一罐好奶粉 非和婴幼儿奶粉 于18年专注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联合冠名播出 您可以参与节目的双屏互动 登陆360手机助手 下载安徽卫视的官方手机客户端 阿优 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有机会赢得千元花费 和iPhone6手机 在这里还特别感谢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搜狐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以及滴滴打车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还可以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摇一摇电视 摇动手机 进入超级演说家的互动专区 就有机会赢得多重大礼 现在请准备好掌声 我要请他出来了 有请老齐 他有时候表达呀 喜欢复杂 比如说如果我要讲这个道理的话 因为在现场观众仅凭听呢 他们要没有这种知识的话 他们都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大脑的需求是无限的 我们将要全面地走向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去为这个社会制造更多的体验 这个眼花缭乱当中 你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啊 是我感兴趣的 我让他这个把许多话啊 说得简单明白 他是把我的稿子就很详细的 他觉得有问题 或者说他觉得更好的地方 然后就拿笔全部标注出来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把大家带入到一个故事当中 最终一定会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一份胜利 人如其名的他 能否现成一场奇思妙想的演说 夺得晋级席位 压大轴的啊 各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 文涛老师好 你现在觉得这个气场怎么样 舒服吗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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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听你说 正向一开始 文涛老师 简单的去介绍我 我也自己知道 我有个特点 就是挺怪的 尤其是第一眼看来 我上一次 在这个舞台上演讲的时候 然后金星老师还说 你看这小子 第一眼看起来 那就不像个好人 但是 但是后来我一张嘴说话了之后 金星老师感觉我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说 就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得让我吃多少亏啊 我没有那些长得白白胖胖的那些 哥们看着厚道 但是也不能说 那样我就尖酸刻薄了 就好像文涛老师在介绍我们 四位学员一样 他只不过是一个简化过后的符号 可是就是这种标签化的符号 它偶尔总是意味着一些歧视的存在 这个歧视吧 还挺有意思 它是充塞在这个空气中 若隐若现又若有若无 它的形式和种类又多样 所以说 我们在用这样的一种标签 去了解事件 掌控事情 但是也确实 这个标签 让很多无辜的人 受到了很多的伤害 对世界的简化 贴上标签 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把菜刀 是 它可以做饭 但是 它也能杀人啊 中国古代哲学家张仔就提出过一个叫民包物语的思想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 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 我想可能这样 才是解决歧视的唯一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演讲 说实话哈老齐 在林律师之后演讲 您会紧张吗 会啊 高手在前面自然会紧张吗 我得说 我得跟你竖大拇指 这个第二次的演讲啊 比你第一次的演讲 你觉不觉得更加简明 易懂 就不是那么绕了 我同意那个文涛的观点 这次比上次要清楚多了 我能跟着你走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整个演讲状态 如果按照你的外形形象 你的语言方式 你要真要调侃起来 你可以再极致一点点 要再严肃 再严肃一点点 你在两个中间以后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你这个球 你学会戏剧你应该懂的 其实你要走那个冷面的那种 你自己不笑 给一两句我们乐半天 我觉得那种特别好 就学马三立那劲 但是我觉得 他长得有点像 接下来三位观战导师 请写下您对老齐的票数 警醒导师 请亮票 7分 鲁豫导师 请亮票 8票 乐佳导师请亮票 你讲了一个极好的故事 这个事情我会一直记得 然而最大最大的遗憾 是最后两段 使得这个解释上面来点复杂 这是我个人给你的感受 谢谢 谢谢三位观众导师 现场的两百位观众 接下来的这一票 对于老齐 对于林律师 对于整个枪枪战队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将关系到谁可以代表枪枪战队 战上全国总决赛 所以接下来请慎重投票 现场两百位观众 请为老齐投票 微弱的悬殊 使得本场赛获扑朔迷离 它能否获得观众的更高支持 成为本场最大赢家 投票结束 在揭晓票数之前 我们先把你的战友也是对手 林律师请回我们的舞台 来掌声欢迎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观众为老齐投了多少票 请看大屏幕 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提醒您精彩 稍后继续 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欢迎您收看超级演说家 超级演说家 由一罐好奶粉 飞鹤婴幼儿奶粉 以18年专注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源电动车 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 百岁山引用天然矿泉水 特别支持 超级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敢说 敢自我 接下来我们首先 要看的是 观众为老齐投了多少票 请看大屏幕 一百二十七票 加上三位观战导师的票数后 更新为 一百四十八票 豆文涛老师 您的票数现在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我也可以敞开来说说 老齐 其实我很喜欢你 这个骨骼清奇的 我觉得你的演讲力 其实很厉害 能诠释 多种多样的课题 多种多样的意思 只要你在这个道上 发展下去 你绝对是个好的演讲手 所以我给你 四十八分 四十八票 我们来看一下 老齐最后的得票数是 一百九十六票 我来了 各个我都得送一送 首先挺感谢文涛老师 在我这种比较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稿件里面 让我帮我梳理出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以后我会在 包括自己的视频节目也是 我要尽可能的往回 拉一拉我这样的一个方向 请允许我 也把我们队的最后一名 要离开的战将送走 好吧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比第一次的时候好多了 然后在我想要去设计的那些点 也都拿到了观众的一些反馈 可能最后是有点 稍微的有点乱 我说的可能未必好听 但是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可以扛起这份担当和责任 老齐我觉得 把我们实现两个人商量的效果 全使出来了 老齐来 咱们肩并肩 你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视角 我们相信 未来的你 会继续扛起这份担当和责任 走得越来越远 齐人齐悦 大比分落后出局 林郑江赢得最终胜利 一罐好奶粉 非和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圆电动车 提醒您 精彩 稍后继续 一罐好奶粉 非和婴幼儿奶粉 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圆电动车 欢迎您收看 超级演说家 超级演说家 由一罐好奶粉 非和婴幼儿奶粉 与18年专注电动车专业领导者 绿圆电动车 联合冠名播出 超级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敢说 敢自我 林律师 有什么对自己的期待吗 在总决赛上 谢谢各位给我机会 让我能够继续跟各位说 我待人生当中 所看到的种种现象 好 加油 文涛老师 有什么嘱托 其实我这个人啊 觉得 能够在一个台上啊 碰见这个知音呢 碰见能够一块切磋的 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特别高兴 那咱们鬼脸儿 就只能是肩并肩了 让我们用掌声 为林正江 加油 超级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敢说 敢精彩 下周六晚不见不散 拜拜 下周超级演说家 金星战队突围赛 众狂来袭 卫星发生 哇 快点 你有妈妈呀 坚持妈妈 我真的不想哭 跟关弦对话 我只跟人对话 你这个叛徒 请受不如 丧尽天亮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家伙今天搞什么鬼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水灵凭界 演说实力 代表金星战队 一身决赛 优优独播剧场上